《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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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在2015年左右 就開始在東京 陸續看到很多Naked的一些展覽 我就在幻想這些數位藝術 如果應用在我們自己演唱會的這些創意 我相信應該會是一個很特別的案例 我個人的社會 一言說什麼社會 就是一言 提起程式中文字幕 電視機閉上的目的 但是 Jeremiah 《電信》 《電視機閉》 《電視機》 《電視機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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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経路》 《電視機閉》 《電視機閉》 《逆消》 中心となるのは映像技術 映像と光技術が中心としては強いと思います メイクで発揮 有環状式LED 非常寬广 能夠讓他們的數位創作 能夠得到非常飽滿的環境建構 那我們也設計了無縫的灰煞投影 讓他們也可以做層次交疊 甚至於地面投影 環境投影這個部分 我們都做了一個非常柔美曲線的眼神台 讓他們的影像能夠鋪天蓋地 然後讓台北小巨蛋第一次呈現 所謂的沉浸式的一個視覺 的展演 他們的主動式的提出很多問題 那主動式的提出很多效果 甚至於連他們要撒落的花瓣 顏色啊 形狀啊 都跟他們的 video內容有相關 那我覺得這個已經超越了一個 視覺設計的範圍 它比較是全方位的藝術層面 在跟我們做這樣的交流 這個經驗讓我非常難忘 我們出道的那個年代 既網路沒那麼發達 很多的資訊必須靠著書籍 或者自己親身體驗去各個地方去遊走 然後觀察 然後去累積轉換成你心中的想法 那現在的創作工作者很多大量的 是去看網路上的東西 這是不同的時代 會有不同的收取資料的方法 但是這個部分呢 有一個很核心的不同 我今天如果要建構一個舞台 我可能我會去看的是建築 我會去看的是某一個商品 那麼我們試著去了解它的美學 跟它的意義 我們轉化成一個表演的空間 而不是直接上網去看 誰誰誰做這樣的表演 欸 我好像也要用那個技術 那我也來用 而且這樣也會發生一件事情是 但是大家出來的東西會很雷同 我必須很嚴肅的說 這是存在在現在這個業界 有一些事情進化了 但卻變成沒有變化 我自身是自分自身的 少許多都在自己的想法 從而開始的事 徹底的事 自負為人的作品 所以其實作品是 那些人的視点 視野的視野 所以那些視点 就是那些視点 所以那些視点 我非常重視 我認為自己的個性 就是個性 我認為自己的個性 但是AI的視点 要是那些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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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AI的視点 變成 因此 所以答案 也會似乎 所以我認為 在2012年 做過一個演唱會 巡迴 也是蘇達綠的讓我們一起走過的巡迴 那個時候呢 舞台上面是有一大堆六角形的指向 堆疊起來 然後Mapping投影這樣子 歌一年多 歐美的賈斯汀 他的巡迴演唱會 也出現了白色六角形的整個舞台 那段期間內 我曾經被夜街的人質疑我抄襲 可是其實只要你回推 誰先做演唱會的年份 就很明顯我不可能抄襲 因為我比他先走 而且為什麼白色六角形是因為 他是有論述的 因為蘇達綠是六個人 那麼那一個演唱會裡面強調就是回家的概念 那個是跟音樂跟核心跟論述非常有關聯 所以你看這裡面包容了設計 裡面精神技術建構了這樣的一個舞台 但是中間看到的人可能就是覺得說很像 然後抄襲 那事實上經過很多年以後 透過一個媒體才 也可以說是還我清白這樣子 而且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 但是當時並不會有任何人跳出來反而說 為什麼假設今天抄襲我們台灣的蘇達綠 近十年來 演唱會已經大量的被多媒體佔據了 我認為一個好的演唱會應該會是整體的情境跟主題的營造 而不僅只是在多媒體的選擇 尤其近幾年來甚至於有很多演唱會在一開始的前置發想的時候 已經變成是我這首歌該配什麼樣的LED畫面 我覺得這樣子去做演唱會的話 那它就太過形式化 一個演唱會一定要有一個基礎論述的美學 這個美學並不只是數位 定是要有實體的一個現場的環境 近幾年來演唱會台灣也是越來越多了 那不是每一場都有去抓到這樣的核心 我認為其實這個核心的價值是不能夠失去的 我們自己在做的時候也都會秉持著這個信念不放棄 我們一定會在乎這個守護這個的價值在 我們會不會在家裡或我們一起嘗試 我們會在家裡或是有第一次推銷 有關幾年來得同我們 我們會來看看 我們會不會在家裡的第四周 我們會不會在家裡的方法